在等那个388那个马沙拉迪是不是 对对对388万 全联先生詹维中安格斯 一字排开来为连锁卖场福袋抽奖暖身 因为珍珠板上这辆蓝色马沙拉迪实在太吸睛 却爆出抽奖过程有瑕疵 我们的开球机那分别呢 从第六码这边是个位数 接下来第五码是十位数 16万个福袋就有16万个序号 全联前家门市一早开门就抢够金光 但仔细看从右数到左 箱子分别代表个十百千不同位数 从零开始丢球 燕球仪式随着律师的脚步走到第二码万位数时 却只投下零到六号球 等于第二码是七号八号九号的人 也就是买到续号七万到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号的人 这三万人根本抽不到奖 让消费者边看直播边喊嘿是在哈喽 果然业者公布的得奖名单 不管是投奖还是二奖 完全看不到万位数出现七八九 这三个数字的号码 业者事后发现做出补偿 加抽五组二奖 而且只针对七万到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 序号的三万名消费者 面对这样子的回应 网友键盘开骂 那这次的话 我们找到的是台湾的名品 对此宣传回应 针对附带活动抽奖说明 因为大奖马上拉底汽车 最后中奖序号的十万位数为一 因此不会影响到万位数为七到九号的消费者权益 只是民众买福袋就是想要抽大奖 开票中却频频闹乌龙 不是球飞出来 就是第二码的万位数 扫放了三个球 让这场抽奖活动掀起之一 记者江玉文梅凯亭台北采访报道